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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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其实就是接触传统文化之前 我是怎么样子 吃意的 把老公推到旁边 自己要当公鸡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你这样做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现在学着传统文化 尤其听了上午的课以后 你就会知道说 这其实就是一个违背伦理道德 伦常乖喘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逐渐的演变的一个过程 那必然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就是利剑消亡 那其实就是我第二部分 就是你本来做女子的本分 你没有守住 应该当母鸡 你去下蛋 去孵蛋 去相孵教子 那么你做了攻击以后 可能会带来的什么样的后果 那是我第二部分 想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想说 以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例证呢 来告诉在座的各位朋友 尤其是在座的很多的女性朋友 女性的白领 那可能我觉得你们在今天 我待会要谈的很多的问题中间 会依稀的可能会看到 一点点你们的影子 或者过去你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才发现接触了传统文化以后 自己确实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那还有我觉得第三部分 就是说 我能够真的有幸能够接触到传统文化 接触到弟子归以后 这样一个在内心逐步转变的过程 一个一心想当公鸡 想比所有的公鸡 打名都打得漂亮的一个女人 当她接触了传统文化以后 她想要做母鸡 那么怎么样去做 在转变的过程中间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你别到时候转得不伦不类 就像我们中午有一个分享老师跟我说 她说杨老师 她非常认真地跟我说 她说一个女强人 纯当公鸡也没关系 当母鸡当然是更好 她说最害怕的 就是母鸡和公鸡当的都不像 我说你说对了 那就是我现在的过程 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其实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四个部分 就是说 我们不要 因为今天听了这一堂传统文化的讲座 非常的激动 如获至宝 拿着弟子归回家去了 像捧着一本至高无上的红宝书一样 我们回去了 说好 我开始要学习圣钱文化了 难道你明天就可以真的成圣成贤吗 真的 今天 如果你听了我们这四天的传统文化的讲座 能够给您的心灵 略微的带去 那么一丝丝的撼动震撼 我觉得 这只是说 第一步 真的万里长征开始了第一步 剩下太多太多 我们要改掉自己的毛病 跟自己过去 累积了那么长时间的烦恼习气 做斗争的这个过程 我从七月份到现在 十二月份 有五个月的时间 我想在最后一部分的时间 利用一点时间 跟大家谈一谈 我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些矛盾 挣扎 甚至有很多的退步 也希望呢 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谢谢大家 首先还是谈 我过去是怎么样做攻击的吧 我是生长在一个有四个哥哥的家庭里面 从小呢 父母 娇生惯养 对我示弱 长上明珠 最小的哥哥还比我大十岁 其实我从小啊 就是在家里面 完全像现在的独生子女一样 甚至比他们的待遇还要好 全家人 爸爸妈妈那会儿 工资也还比较高 把所有的爱 把所有的 他们能够买到的全国过地的 好吃的 好住的 好穿的 好用的 全部一股脑的 搜索到我面前 其实这就是所谓 大家所说的 德不配位 你在那个小的时候 你为那个家里面 你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你何德何能 你的德行怎么样 你孝顺父母吗 你尊敬自己的兄弟哥哥吗 没有 没有做到这些 那我只是不断的在享受 在那个年代 很多孩子都不能够享受到的 风鱼的物质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可想而知 我的成长 就是 只看物质的 而且那种欲望 会在不断的享受过程中间 慢慢的 在不知不觉中 像爸爸妈妈都不知不觉的 因为其实我的爸爸妈妈 是非常善良的 他们对待自己 是非常严格要求的 可是偏偏到了我这 因为中年得女 我觉得他们疏忽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的 真的不要因为 过分的对于孩子的那份爱 我们迷失了自己的心 过多的爱 真的有可能会耽误孩子的 到最后 可能孩子长大了以后 像我现在学了传统文化 我可以去理解父母了 那我没学的时候 我可能会觉得 他会怨他们 你们怎么把我惯坏了呢 真的 所以在这我也要奉劝 所有的父母 那我在那样的一个 情况之下 长大了以后 自私自利 渴望用最好的东西 渴望更有钱 就是所谓的 陈老师上午讲的 更快 更高 更强 只是那会儿 我并不知道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不断的长大呢 争强好胜 傲慢 很多很多很多的毛病 所以 其实你如果没有接触传统文化的时候呢 你不会觉得说 这有什么错呢 我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在学校 我是班里面的班干部 学习委员 学习一直都很好 受所有老师的喜爱 然后 我到了自己 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没有做很多 非常过分的举动 然后自己结了婚以后 我也 好好地照顾老公啊 生活上 对老公也非常的好啊 然后我也没有太多的毛病啊 我也没有犯过 所谓时间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一般的人 包括我自己 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我不会觉得 我需要站在 坐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去跟大家谈 所谓的忏悔 或者说去认错 我有什么错呢 我觉得我比太多太多的人都要好了 这真的是我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我对我自己的看法 我真的太欣赏我自己了 够聪明 够努力 够有追求 工作各个方面 有社会地位 有名有利 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不需要有什么地方 可以去跟别人道歉吗 没有 但是接触了传统文化之后 当你往回去想自己的人生 你会发现 其实你过去啊 你不由自主地在骗自己 什么方面骗自己 一个是 假装当自己的毛病不存在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 是其实你的生活中 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或者是不顺的事情 但是你并没有从传统文化 从自己的德行的这个角度去分析 去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 而是会拿所谓的西方的很多的价值观的东西 继续来武装自己 是不是我需要再学一个MBA啊 是不是我觉得我还应该更钻影啊 更聪明啊 或者是不是我的社会关系还精英的不够啊 等等你会从这些角度去错误的去去去看待一些事情 所以其实我自己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自己给自己总结出来三大问题 最大的我也想跟在座的所有的很多女性的这个白领的女性啊 很多的女性朋友分享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条 就是对别人的苛求 就是所谓的要求高 其实这个说白了 就是你贪婪的不断的这个滋长的这种欲望 过去我们都会觉得要求高有什么不好啊 我们人类就是因为不断的要求高 我们才能获得不断进步的动力啊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呢 这都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 我自己不要求高 我能让我自己进步吗 我不要求高 我能让自己升入重点中学 考上大学 然后一步一步的从地方的电台 到了中央电视台吗 我所有今天的一切一切 都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要求高 才能达到的 没有什么错呢 但是当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扪心自问 你的错在哪 尤其是当你把这种过高的要求 过多的欲望 施加给了自己的老公的时候 那真的是错误太大了 我自己从97年进入中央电视台 到现在已经有12个年头了 一直都在二套财经频道做经济节目 做经济节目 大家都知道采访的嘉宾 非富即贵 大多都是上市公司啊 基金公司啊 券商啊 我一直因为都做证券节目嘛 采访的都是这个社会里面最精英 所谓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一项 一些人 收入高 社会地位高 那我自己 在这样的一个欲望的趋势之下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栏目之中 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觉得如鱼得水 我觉得太好了 一方面自己 可以赚钱 另外一方面 我可以增长见识 可以结交大量的社会关系为我所用 所以那个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我先生啊 真的是备受其苦 其实他非常的努力工作 而且非常的好学上进 每天白天工作了 很辛苦的工作了一天回家以后 还要再次接受我的训话 为什么 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接触的都是最棒的人啊 我说你最起码还没有混到 可以让中央电视台采访你的那个层次吧 你没到那个份 那你就得听我的 我在家里 我有绝对的话语权 因为我见多识广啊 我可以把我每天接触到的那些人 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所整理出来的认为 他们的成功的经验秘籍 回来 那真的是吃完饭以后 跟老公面对面的坐下来 就真的恨不得让他拿本开始记了 说你坐那 我给你谈一下 这就其实是说 这就是 这就是其实是在家里 开始打名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 你请坐在那边 我今天采访的是 基金公司的 或者是证券公司的 或者是房地产行业的 那好 我要跟你谈一下 我利用短时间的 我十分钟就把公事采访完了 剩下的半个小时 我都在跟他谈他的人生 他怎么做人 他究竟是怎么样白手起家 怎么做好的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 自己捧来的这个 所谓的人生的秘籍 成功的宝典 拿回来 一股脑的 填鸭式的 不管老公愿不愿意接受 能不能接受 是不是应该接受 一股脑的到的那去 根本不管不顾 不管他的感受 也不管他是否辛苦 因为你就是我的赚钱机器 我嫁给你 就是为了要满足我 过上更好的生活 那你必须要达到啊 你要是达不到 那你怎么配做我老公呢 这就是我当年非常真实的一个想法 完全没有 当我自己学了弟子规以后 为德学 为才艺 不如人当自立 若衣服若引人 不如人 勿生期 我自己真的看到弟子规这两条的时候 我觉得 这对我来说是太贴切了 你自己 没有接触传统文化的时候 你会认为 想当然的认为说 我想要的 只要我不偷不抢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那我出去学习了别人的成功经验 我回来 让你去学 你学了以后给我赚钱 我觉得这是太正确的一条人生发展道路了 这难道会有错吗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 你从根上 你的不断自找的那份贪念 其实 你把自己无休止的这种欲望 强加到老公身上 这个就已经错了 先不要说 欲速则不达呀 物极必反呀 这些过去的事 我们随便 信手拈来我都能说 我的口才好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跟自己的生活联系到一起 我根本不想的 我觉得 我出去取经 回来告诉你 你就在那消化 消化完了以后 你明天就得给我出去练去 一招一招的学 一招一招的练 练完了以后 我觉得 你就要有一个时间 必须达到效果 达不到效果 那不行 咱们得好好再谈谈 甚至我还曾经跟我老公说 我说要不然我再给你几年时间 你再试试 我让你再试试 你要是实在混不出来 我觉得你可以回家了 我出去 真的就像陈老师说的 陈老师上午讲的那话 就是真的 我就说 我说那你真的可以回来休息了 我觉得你在家 钻研一下做饭啊 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 我认为我比你够聪明啊 我比你够圆滑呀 我比你够会做人 我觉得你应该 你不能 因为你是男人 剥夺了我作为一个女人 出去出人头地 闯 打下一片江山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机会 这就是我当时非常真实的想法 这是一条要求高 第二条 坏脾气 我在从七月份做到现在这个论坛啊 很多很多很多女性朋友在下来的时候 跟我沟通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哎呦 听了你的讲座 我们才发现说原来坏脾气也是一条错呀 我说真的是一条错 像我前两天跟一个女朋友聊天 她还自己说 她说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就是偶尔吧 发发脾气容易急 我说当时就笑了 她说你笑什么 我说你 我说我真的看到了原来的我 我说我虽然现在自己还没有改好 这个脾气偶然也会发 但是我真的知道了 坏脾气啊 这真是一条太大太大的错了 太大太大的恶行了 为什么你会有坏脾气 我们现在我们要追溯这个原因 因为你有很强的欲望 你像我 对老公有那么强的欲望 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了那么多的蓝图 你的欲望在那支撑着你 如果达不到 你是不是你这个坏脾气 就一天一天的在滋生出来 你就会开始怨 而且我还不是怨我自己 我就开始埋怨老公 觉得他这方面也不行 那方面也不行 要不然就是不听我的话了 要不然我就说 我说你 还读了那么多年书了 他是大学教授下海的 我说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为什么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智慧的体现呢 真的就是不断的拿这种软刀子啊 去戳自己最亲近人的心 因为他离你最近 他其实在你面前是毫无武装的 他不需要像在外人面前 戴着面具去面对你 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自己作为妻子 你作为他应该相夫教子 应该去察言观色的一个妻子 一个太太 你承担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你其实是在用最尖的刀 在对一个对你最不设防的老公 你在每天伤害他 这就是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自己觉得真的太对不起自己的爱人 这是 一个男人 他娶一个女人 他爱你才会娶你 他真的不是为了每天听你伤害他 才会娶你 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你作为一个太太 你自己应该怎么样来 来去爱这样一个男人 其实这真的 真的都是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 造成了 你自己 你还会觉得说 我是为你好啊 难道你不渴望成功吗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不渴望出人头地 做得更好吗 你还会觉得说 你是为他好 自己还觉得自己特别的累 不说我容易吗 我每天出去采访 跟别人陪敬的笑脸 其实我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我用那么跟别人 好好地套关系 套近乎吗 我不就是为了取经吗 如果是正常的采访 我需要这样吗 我觉得我自己还特别的不容易呢 我还觉得你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 你没有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呢 所以 当你没有接触传统文化的时候 你的所作所为 你的起心动念 其实都是在往一个特别偏的路 甚至跟你所谓想要追求的幸福人生的那条路啊 那个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这个坏脾气 上午 陈老师也在不断地举这个例子 坏脾气 对你自己的身体能有好处吗 还有 你不断地对老公发火 他因为爱你 宽容你 他强忍着自己的内心 不给你发火 没有给你反作用力 作用回来 那那个反作用力 难道能消失吗 不会消失的 那个反作用力 没抱在我身上 就会抱在我先生的身上啊 所以其实 你自己的这份坏脾气 不断地发出来 其实你是害人害己 害了自己的先生 也害了自己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心是人 就是傲慢心 因为 你不断地取经回来 他没有达到你 因为我实在那个要求的距离太远 而且要求他成功的速度太快了 我觉得任何人来了都不可能达到的 因为你的欲望的速度 成长的滋长的速度 那真的 我觉得快过癌细胞 因为他就是你精神里的癌细胞 我自己现在这么想 人的贪念 人的自私自利 我们这些想 我们这些不善的 违背伦理道德 违背传统文化的那些坏的想法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精神领域中 我们精神中的癌细胞 他的那个滋生速度 就跟我们真正生理上 身体中的那个癌细胞的速度是一样的 甚至可能更快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老公怎么能够满足到你的这种欲望呢 达不到 你就开始轻慢他 你就会觉得 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我怎么嫁着这样一个男人 精挑细选 觉得你能成就 觉得我精心的选了一只黑马骨 怎么你总也变不成白马王子 这真的是我的话 我就每天看着我老公 他说你怎么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从黑马骨变成白马王子 我不想 我不想老看着黑马骨了 我想让你成为白马王子 我想成为那个幸福的公主 和白马王子一起 过成幸福的生活 这真的是我原来的想法 在你一遍遍的发脾气失望之后 你那个轻视他的想法就出来 你会变得非常的傲慢 而且这种傲慢心会不断的自长 自长到什么 你会开始轻视老公的家人 这你又开始违背了另外一层一层关系 孝道 对于公共婆婆的不敬 对于他们全家人的不敬 你会觉得 老公你如果没有原因的话 我说那我就开始要分析你们家了 我说那肯定是你们家对你的教育有问题 或者你们家这个 我说你看你爸爸 太老实了 太厚道了 完全是逆来顺受型的人 一点也不会钻营 我说你绝对是继承了你爸爸的衣钵 不会钻营 不会来事 我说你这样的人 怎么能够到社会上混出一片天地呢 我自己还在这总结呢 我说看来以后谈恋爱一定要深入他的家庭 好好的侦查一下 要跟他的家庭好好的好好的这个交往 要看看他们家人 如果这家太老实不会钻营 这样的老公也不能要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觉得传统文化以后 如果在座的各位有些有些朋友可能看过幸福人生讲座 你会觉得 我们也会知道说我们去选择伴侣的时候 我们是要去看别人的家庭 那看的是什么 是看这个家里面 他们家人有没有德行 是不是一个和美和乐的家人 就像上午陈老师也讲了 你要看看他祖上有没有德行 祖上有没有福报 那我当时根本不会 我按照西方价值观 我会觉得说 那得看看你们家人会不会钻营 那你们家人要是特别的会经营 甚至特别的会善于有很多很多的社会关系 可以为你所用 那我觉得这样的孩子肯定是会出息的 我就恨了我说 我当时应该嫁一个高干子弟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成为一条捷径 就只是自己开始真的 每天就开始琢磨 那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三条的问题之下 强烈的欲望 然后不断的发脾气 然后就是开始生出 不断拿我满心 对于老公以及老公的家人 这种非常非常的不恭敬 那真的是太不恭敬了 我自己现在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自己觉得真是太太羞愧难当了 所以我就说 我说丁家里老师 他们经常说说 站在台上 他们经常在台下还老跟我说呢 说说杨芳老师啊 我们听你的课觉得你没什么毛病 说你在台上啊 你在那儿使劲的说字 你真是太客气了 你是不断的使劲的为了讲课 你要挖掘自己 我说我我说我真的不是这样 我说你们才是不断的鼓励我 我说像外在的那些毛病啊 说实话 今以后大家听我们一些男的老师去讲课 所谓的吃喝调赌抽啊 那些毛病说实话 真的好接 我觉得像我这样 看上去大家都会觉得 有什么毛病啊 多好啊 知识女性往那一站 那么彬彬有礼 又会人情世故 又那么会通达圆融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谁会不喜欢我呢 这样的人能有什么毛病 能有什么错啊 真的不是 你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所以我每次上台啊 我真的是特别想大声的激呼 我真的想跟大家说 你们千万别觉得我这些不是毛病 真的 这些才是你身体精神领域最大的毒瘤 你的那些贪婪的欲望 你的那些傲慢心 你看不起别人 你不恭敬别人 你的那些动不动 顺我者 常逆我者亡 听我的话就高兴 不听我的话 马上就发脾气 跟别人翻脸 这种 这种有可能是伴随你一生的 这种点点滴滴啊 特别难特别难的克服 我待会接下来 我在后面我会跟大家讲 这个改起来 这个有多难 大家就知道这毛病有多大了 要是容易 真的就容易改了 丁老师 你看他18年来 他还后来还剁过胎吗 他还犯过错吗 没有了 我们那些男老师吃喝表肚偷 他说戒就戒掉了 而我改起来 那个毛病真的太难改了 所以说到 说到这第一个部分 这些毛病 就是轮长乖传 力见消亡 你有这么多的问题 你这么缺德 你还想要那么多的所谓清华大学的校训 后德载物 你那个德缺德 你是非常薄的德行 然后你还想要承载那么多的物质享受 你的欲望还在不断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你还来 同时你因为缺德 你德不配位 你还享受了那么多别人所谓的社会尊重 你还有那么多的社会地位 包括从小到大 家庭对你的那份关爱 老师对你的那份关爱 老师对我太好了 真的 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愧对老师 老师肯定没想到 他们当年最器重的那学生杨芳 怎么后来会添了这么多的毛病 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老师肯定当初没有想到 他们对我那么的器重当时 所以我就说德不配位 必有栽秧 轮长乖传 力见消亡 就是这样的 我就想跟大家谈一谈 我是怎么样力见消亡的 我简单的先说 人生的三次灾难 就在我过去的历次的论坛的讲座里面 我都也讲 那我觉得前两次车祸 非常严重的车祸 一次是在中学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傲慢心 在学校里面 那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讲课 一个大的一个 大的一个听课的仪式 全教育局的领导 区里面的教育领导都会来 我要做重点的发言 那我太飘飘然了 这是一个多好的表现 我自己的机会啊 早晨骑自行车 就是想着那个鲜花和掌声 想着同学们的那个羡慕的眼光 就走神了 迎面的和一辆军用的大卡车相撞 非常严重的车祸 但是所幸 老天 在那一次 算是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提醒 那么严重的车祸 我竟然没有骨折 也没有大碍 只是骨头上出了一点小念纹 也就在家养了一个多月好了 然后我还继续的往前走 继续的按着自己 给自己设定了所谓人生的很多的错误观念 武装着自己往前走 也跟刚才大家跟大家分享了 继续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 我又到海南 为什么去海南 因为其实我当时大学毕业以后 分配在内地 非常好的工作 作为单位非常年轻的第三梯队的 所谓的重点培养对象 因为那个单位的领导 都是我爸爸多年的老夏级 他们都非常的器重 我觉得杨总的女儿来了 又那么能说会道 又那么聪明 又那么能干 又是科班出身 要重点好好的培养 而我确实也表现不俗 我总是能够在非常快的 短的时间内 让大家对我的印象特别好 但是说实话 如果时间长了 说实话 那个马脚 啼啼啼啼就全露出来了 所以我经常是三年换一个城市 三年换一个工作 因为不能时间长 时间长了以后 你的问题全暴露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去海南 因为那个时候海南正是淘金的热土 我哥哥当时在海南开公司 我觉得我怎么能够放弃这样一个淘金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是我大展拳脚的一个舞台 吸引我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我必须得更快更高更强 我得到海南去 到那个最热的土地上去 然后以非常好的成绩 考到了海南的经济广播电台 做主持人 也很受欢迎 大家也很喜欢 也挣了不少钱 而且有些钱 说实话也是凶财 来路不挣的钱 那不管 因为我当时到海南去 我到我第一次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 类似于沃尔玛加勒福那样的超市 那是我第一次去啊 九九九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那天还没有那样的超市 我惊呆了 那个花花绿绿的物品 真的让我觉得我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总有一天我要让自己推两大车 然后根本不看那个标签上的价格 随便的往车里扔 然后推的满满的推出去 我说我要过那样的生活 那是我开始一点点小小的欲望 很快就达到了 然后 你的欲望不断的在滋长 停不下来 你原来以为说 我要是能那样 我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那是我想要的幸福人生了 当你达到了 那个喜悦转瞬即逝 很快 你就会列出来更大的一个目标 你说不行 旁边的那个人比我过得还好 我要像他那样 这个愿望不断的往上走 所以永远都不会体会到 所谓的知足常乐 没有那种快乐 你永远都是恨别人比自己得到的多 弃自己比别人得到拥有的少 真的永远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 所以你就不断的处心积虑的 想要让自己挣钱 那很快第二次灾难又来了 那会我已经成为一个我们电台 一个证券节目的制片人了 真的每天都挥霍 我在外面签单 请朋友在最好的五星级酒店签单啊 吃啊玩啊 我们去三亚玩 回来的路上车 就这样子翻了 其实我们的车速并不快 这就是让我 大家还记得陈老师所说的 说一个人 轮常乖传 历见消亡 历见消亡之前 有没有迹象啊 绝对有 就是他已经失常了 他已经活得不像正常的人一样了 他已经狂妄到 已经完全都忘乎所以的地步了 那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状态 我自己现在回想 每天都呼朋唤友 拿着包到各处的地方去疯狂的消费 吃喝玩乐 不守复道 我觉得真是那样子的 所以这是第二次灾难 索性又是一次小小的提醒 没什么太大的事 比第一次还轻 只是腿上擦破了一点皮 我小的时候我不懂啊 这一次我懂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我觉得我出两次车祸 一次比一次轻 那我对自己的欣赏 对自己认为所谓的福报 那已经是到了 真的对自己欣赏到 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那个时候我认为自己 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大福报的人 我不知道德行是一个人福报的根本 我哪知道这个呀 我认为说 我出两次搜货 一次比一次轻 后面的生活会更美好 等着我呢 落实弟子归 做好中国人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就继续还过这样的日子 很快 海南这块舞台 因为宏观调控 也弱下来了 衰败下来了 我要给自己 找一个新的 更大 更快更敲动 更快更高更强的舞台 哪呢 我做传媒 应该去哪里 到北京 到北京到哪里 中央电视台 于是我就 还给自己设计了一条路线 我不能硬去啊 去不了啊 认识 根本不知道中央电视台 门朝哪开啊 怎么做 取先救国 先去读书 我就到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广播学院 去读了一个研究生的进修班 就是世间的这种 钻营的这种事啊 我真的出心积虑 给自己 小脑子一动 想一下 我认为应该这样规划 好吧 那就规划去 又如愿以偿 对自己更欣赏了 对自己所谓的规划 更心里面有底了 说确实是 更相信所谓西方的这种 所谓的职场规划了 什么什么的 所以也就会 你的那种傲慢的心啊 就会越来越强 你就会觉得说 没有什么事情 是我搞不定的 只要我想得到 我就一定能做到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谈的 然后有结婚 结婚完了以后 就开始设计 开始到老公 这个结婚的这个问题上 开始出现了些许的一些不快乐 我会觉得 为什么我精心设计的 很多的红美蓝图 在老公的身上 在自己结了婚以后 不能够得以有效的实施呢 这让我开始有烦恼了 说实话 我的烦恼是从这儿开始的 很快更大的烦恼出来了 或者说一个更大的灾难 就是我人生的第三次灾难出来了 那会儿我被台里面派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做出境记者 做了一个证券节目嘛 我在那儿生孩子 孩子是在上海生的 非常严重的难产 非常严重 产后大出血 我下午四点钟生 生完孩子 一直抢救到晚上十一点 那个血 喷涌而出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产后大出血 你自己 从小到大养成的那个烦恼习气 终于在你最弱不经风 在你最不堪一击的时候 开始反作用力 报应 开始 以一个加倍的一个速度 累积出来的效力 开始积到我身上 我现在这么想 那就是那次难产 其实生孩子 在座的各位想 哪有不同的 你难产 肯定人家一生完了 要做一些处理工作 我烦了 我觉得他们怎么那么笨呢 我生了一天一夜 我太累了 我太辛苦了 你们怎么那么慢 那么笨手笨脚的 还不让我赶紧出去 跟自己的亲人团聚 在这笨手笨脚的 就开始那个烦恼啊 非常的烦恼 那会我其实说实话 我就是气力不够 我真的我气力够 我恨不得又做起来 像给老公开会一样 我肯定得给那些医生 护士又开会了 我觉得我得跟你们谈谈了 真是 那绝对是这样 我觉得你们这个 你们这工作太需要 重新的 好好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要给你们医院当个顾问了 说你们 你们这个需要重新的 把你们这工作流程 重新的 要要要要归整一下 怎么能这样对待孕妇呢 我太辛苦了 就是这一念 一念烦心起 就导致了我 其实都已经缝合好了 医生告诉我说 不行 还得要拆开 因为出现了很多 莫名的出血点 子宫收缩乏力 这全部都是因为你自己那个身体最匮乏的情况之下 一点生气都不行 然后就一直强救到了十一点 我真的弃弱又死 后来我有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说 他说杨芳 其实在我们这样一个教会医院 百年的一个教会医院 妇产科医院 专科医院 像你这样难产大出血 对我们来说 还是可以处理了的案例 我们最担心的是 如果你当时的那个情绪 再控制不下来 再过分激动的话 你会造成神经 就是精神分裂的 他说这个是我们当时最害怕的 所以我就在这 我就我就跟各位说 你自己发脾气 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案例 在座的各位 你还能说 发脾气不是恶行吗 发脾气能是一件小事吗 真的不是小事 你看上去 平时一点一滴发脾气 你最关键的是 你累积下了你 动不动 不顺心 不顺眼 你发脾气的 这个根 你存在了那 总有一天 当你碰到了一件事 会让你过不去那一关 你所有所有发脾气的 那个根性啊 累积起来 那个爆炸性的效应 真的会摧毁你的 会让你付出太大的代价的 所以这第三次灾难 我虽然没有精神失常 但是我得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症 而且当时上海的人手又少 我大概也就只休息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就上班了 像我这样一个自食甚高的人 在那个时候 我不仅要当公鸡 上班 打名 同时 我还要继续的负责监督家里面另外一只公鸡 打名 是否 打名打的是否正常 然后打的是不是好 什么时候再应该调调音量 这事我还没放下呀 我必须得 还得监督他呀 我还得必须塑造我老公 他还没从黑马变成白马呢 这事我也不能落下呀 完了以后 因为当了妈妈了 我还不得已的要退回到母鸡的那个角色上来 你不能还 你原来两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都当公鸡 现在你当了妈妈了 你要照顾孩子了 这个角色要求你必须回家 下了班以后你得当母鸡呀 你这蛋生出来了 你得养吧 怎么办 三重角色 公鸡 监督公鸡 当母鸡 三个角色 在一个严重的产后抑郁症的那个时候的我 一起被你扛上来了 你不是自视甚高吗 你不是觉得自己能干吗 你不是觉得你自己怎么样都能够心想事成吗 好 老天真的是这样子 考卷一次比一次难 这第三次灾难完了以后 这第四次开始 生活就开始不断的开始教育我 这三个角色一来 我突然发现 我接近崩溃了 一点一点的崩溃了 不断的发脾气 然后开始自责 完了以后 你发现你自己发脾气以后 孩子就会莫名其妙的生病 为什么 因为你给家里面创造的这个气场 完全是不善良的气场 那孩子这都是赶着来的呀 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的看着我 公公婆婆 保姆 每天我快下班的时候 我在下班的路上 我就开始运气 开始长出气 因为你要从公鸡的角色调整成母鸡 然后你就开始要调整角色 你得把机关放下 然后开始把自己的羽毛打下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运气 长出气 因为你回家 你做母鸡 肯定跟公鸡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得告诉自己要微笑 可是 你不是从心里面去爱他们 从心里面回归本位 你难道真的从公鸡 说转就能转过来 又不是变魔术 说公鸡就公鸡 说母鸡就母鸡 你没那能耐 所以我在路上运气的时候 全家人 保姆 公公婆婆 也在那武装 打仗 因为看着时间倒计时开始了 马上我就要回家了 我公公抱着孩子出去 望风 尖 让孩子别在家里捣乱 然后我婆婆带着保姆 就开始收拾家 我要求高啊 家里面 必须要像从来没有生过孩子的样子 窗明几近 没有任何的不洁的地方 卫生不能有死角 孩子的玩具 玩过的 必须放在指定地点 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求 所以他们必须 我真的就差给他们写本 按照这个竹条竹句的写下来 如果你们记不住 我也不用老说了 竹条竹句列出来十条 好 按照这竹条竹句的做 一定要做到 下次呢 还可以再增加几条 也开会 说那个 小赵 我觉得你这一块 我觉得你这一块还需要再加强一下 基本上真这样 跟每个人都开会 还要谈心 你说你这是做母鸡的样子吗 完了以后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没有 你就像 就像陈老师说的 你女人是昆挂位上的 你应该是如如不动的 你应该是安静的 你应该是本分的 你应该是柔顺的 我的生活状态里面 没有这些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受害的 首先就开始是我自己 反作用力 全来了 不快乐 极端的不快乐 就是有一个朋友 突然有一天跟我说 说杨芳你过去多开朗啊 哎呦 你那个爽朗的笑声 穿透力又那么强 恨得隔着十万八千里 就能听让你笑了 说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听到你笑了 我自己真的 我就那一天 我突然之间被别人忙起 我就开始去照镜子 真的像有心生 你自己 我觉得我好像很久 没有非常认真的 去照过镜子了 因为你每天 都那么多的角色 你哪有时间照镜子呀 赶紧的完了就算了 哎呦 我真的一照镜子 我看着我自己 我当时我流泪了 因为镜子里面的自己 真的非常非常的陌生 你会觉得 这是你吗 杨芳 你你不断的对自己 要求那么多 学习了那么多 做了那么多 你希望让自己 过得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美满 你的钱和社会地位 看上去是比你过去 多了很多了 可是结果怎样 当你面对镜子的时候 你甚至不敢再面对镜子 因为为什么 你不喜欢镜子里 自己那个样子 你不愿意看到 那是你的样子 因为那个 其实是真实的你 所以 我觉得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 可能有一些什么事情 是需要自己 要去调整 而且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 就是当自己 不断的发脾气 孩子的这种 一次一次的生病 我觉得这个 是让我最受不了的 我觉得我当了妈妈以后 在这我要跟 各位女性分享 我觉得我当了妈妈呀 是我这一生 能够有幸 能够接触到传统文化 我觉得最大最好的 一个机缘 就如果我没有 做母亲的话 我觉得像我 这么一个顽劣的人啊 不可能能够有缘 有幸 能够接触到传统文化的 因为 我觉得 做了母亲以后啊 当你每天看着 一一压压的那个孩子啊 她那张白纸 她的那个笑脸 她那种无邪的样子啊 其实 其实就像每天照镜子一样 你看着孩子的那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 那其实是美 美好 真上美的代表 而你自己是假丑恶的代表 你不断的照 不断的照啊 她其实 她其实久了以后啊 她会出现那种 微妙的变化的 这是我自己后来 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自己在想 我觉得我怎么就能 跟传统文化结缘呢 我自己想 这就是因为 当了妈妈 所以我在这 我也要劝很多 在座的女性 不是有句话吗 女人不做妈妈 是一个不完整的人生 其实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 有一个孩子 我的人 我的角色就完整了 其实我的理解是说 你当了妈妈以后 你借由自己 抚养孩子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其实是和孩子 一起成长 甚至 你在这中间 受益的程度啊 远远大过 你教育孩子 因为你在教育孩子 的过程中间 其实你是一个 不断的 拷打自己的一个过程 你每对他说一句 你要做一个好人 其实 那话说出来 孩子在听 我的耳朵也在听啊 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也听进去了 你不断的教育孩子 因为我不相信 有任何一个妈妈 会给孩子念 杀盗淫妄的书 说孩子 我觉得 你应该 去 做一个贪污犯 我觉得贪污犯 有这么几条 你是一定要具备的 第一点 你要怎样 心黑 第二点 你要够狠 等等 我想任何一个父母 都不会这么去做 我们每一个人 做妈妈的时候 给孩子讲的那些故事 希望孩子成为的 那样的一个人 都是真善美的代表 所以其实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 不断的念给孩子听 其实更多的是 念给自己听 我就发现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 我的心啊 从原来那样一个 非常硬的 当攻击的那样的一个 一心当攻击 而且要战胜所有的攻击 我经常跟那个 我身边的女朋友说 我说我从来不会 嫉妒女孩子 我无限欣赏女孩子 我说 他们说是吗 还有你这样的女人呢 我说对 我说但是我也有嫉妒心 他们说你嫉妒谁 我说我嫉妒男人 啊 他们说为什么 你为什么嫉妒男人 我说我基本上 是把自己和男人比 我把我自己放在 和男人一个账壕里面 我会比 他们 怎么样够坚强 他们怎么样够会运作 我怎么样会怎么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 我会发现 我当了妈妈以后啊 我的心 一点点的软化下来 一点点软下来 我突然发现 我自己 好像 慢慢的从过去拒绝当母亲的角色 慢慢的开始有点享受当妈妈的角色了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这个就是你 真的享受到做母鸡的快乐了 真的 是那样子的 这就是你说 你一点点的靠女人进了 你开始守女人的本分 你其实尝到甜头了 哎 我就会发现说 我好像变得也不是那么在工作上更愿意更快更高更强了 我会说服自己放慢一点工作节奏 当然对老公的要求可能还是一如既往的言啊 这个可能还是那个习气特别的重了 但是你会发现点滴的这种变化 直到后来 我在上海 碰到了一位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位朋友知己 一位大姐 她的出现可以说是 从事情上 从外面的这种事项上面 猛击了我 点醒了我 她就是那个做女人本分做到位的那样的一个女人 为人妻 为人母 为人媳 包括在单位做一个女领导 等等等等 真的是 完全是 我觉得弟子归她完全做到 虽然她没有学过弟子归 但是她做得非常的好 而最关键最关键吸引我的是 她所过的人生 是我所渴望的 她的孩子教育得非常好 她的老公非常的成功 做得非常好 她自己也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啊 我就开始真的像个蚊子一样盯上去 我说不行这大姐 我说我得每天跟您到您单位去聊天 我说我必须得把这事给琢磨明白 我就开始你看 我开始不盯男人了 不盯那个少女公司老总了 开始转盯女人了 虽然同样还是盯 但是我这次总算钉对对象了 我就开始每天跟这个跟这个大姐聊 回去我就开始琢磨 哦 她是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突然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了 原来 做人 不需要说会钻营 不需要说 我按照我过去的那种价值观 武装自己 才能达到所谓的成功 原来像他们那样尽职尽本分的 做好自己的事 他给我举一个例子 他说杨芳啊 他说很多人都觉得 我老公为什么官越做越大 他说其实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 他说我们自己举过一个例子 他说他们两口子来自一个小地方 没有任何的背景 一步一步做到那天 他说我们每做一份工作 就相当于是别人发给我一支枪 我是这个告诉我说 你守这个门 好 不管发到我手里面是一支木枪 还是一支塑料枪 还是一支水枪 我绝对不跟别人攀比 说怎么发给他那枪比我这好啊 怎么他守那个门 就比我那个更重要 或者是难度更轻啊 他说我不比这个 他说告诉我 这支枪守这个门 我尽我的本分做好 他说我跟我老公都是这样做的 然后来了好机会 有了换新枪的机会 有了换新门的机会 我们都往后退 让别人先上 他说我们不是不是说假装的 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 先让别人来 别人比我们做的好 他说但是 我们这么一路走来 我后来发现 换的枪越来越好 守的门越来越重要 所有人生 你没有过去 没有设想 没有想要的东西 全来了 这话对我 触动太大了 真是醍醐灌定 真是这样子的 他对于我的人生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实我觉得 真的用颠覆这个词 我觉得不过分 我当时觉得说 我三十几年来 苦苦的经营 苦苦的修炼 苦苦的磨炼自己的老公 苦苦的折磨自己的老公 然后还求不得苦 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 哦 原来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 而是因为我们努力的方向错了 那会儿我没有学传统文化 我还不知道所谓德行是 自己所谓的材质本 德行是在自己积累福报 厚得载物 这些我还不知道 但我当时我有了这个概念了 我知道 哦 真的那句话我相信了 做事先做人 原来你做人 是你做事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前提基础 这个我当时我明白了 我就开始调整 但是问题是我怎么调整 不得法呀 别人介绍我看了凡次讯 我也看了哇哇大哭 但是哇哇大哭哭完了以后 我回去该发脾气还发脾气 然后该挑剔老公还挑剔老公 没有找到自己认为最最合适的方式 直到我2006年调回北京来 2007年 我觉得我06年和07年 这回到北京的这两年 因为儿子上学了 我觉得我 我开始回归女人的本位 虽然做的还不够非常的到位 但是我自己从心里面开始 想要做母鸡了 公鸡的角色 基本上我觉得退的差不多了 在单位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工作 我也尽自己的努力完成 但是我绝对不渴望更高更快更强了 我往后退 再退 再退 然后我把更多的精力 放到孩子身上 放到家庭身上 我开始试着 去做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那个角色 为人妻为人母 也就是相夫教子的角色 弟子规我真的不知道 我说我说我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了 我也想改 可是我发现 我看书的时候 我挺像个母鸡样的 也能微笑着 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放下了书 面对出现的问题 面对老公的一些不顺心的事 我自己烦心的事 我怎么立刻又变回了公鸡 那个叫嚣拔 拔护的那个样子 我说我怎么就 这个角色转换那么快 怎么老也改不了 我说我看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圣贤的东西 怎么对于我的生活 没有改观呢 后来我就记得 大会老师就跟我讲 他说 我们盖房子 需要先盖什么 我说先盖地基 他说是 越高的楼 你的地基要盖得越深 这个是大家的常识 你盖一个几十层的楼 你的地基不可能只盖一层 最起码要盖三层 大树 你要长得高 你的根也要扎得更深 他说 地子龟就是那个根 就是那个地基 如果你没有扎下了这个地基 你去看很多其他的那些圣贤的书 你做人的那个 一百一十三件事 你还没有做到呢 你其他的那些 你怎么能够把它好好的贯彻到你的生活中呢 这才是让我如梦方醒 又一次的醍醐灌顶 你要把地子龟 这一百一十三件事 先要做到 而且不是一般的做到 说我查一下书 然后我照着做 而是把地子龟这一百一十三件事 做变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把自己过去的烦恼习气 用地子龟的这个正确的习惯 正确的这个良好的这种习惯 用它来代替 这个才要真正的做到 只有这样 你的毛病才能一点一滴的改掉 所以 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 改过的一点点误区 就说 当我看了这个 从陈老师这儿 如获至宝 就我刚才跟大家提前说的一样 哎呦 也像捧着红毛书回去开始了 过去 是因为老公赚不到 满足不到我的 我对物质欲望的 这个方面的要求 去跟老公开会训话 现在好了 拿着地子龟 拿着这个圣贤的书 开始跟老公又去谈话了 说我 我说你继续做的呢 咱们再谈一谈 他说还谈啊 他说你不是要改吗 我说谈的内容变了 我说但是还得谈 他说谈什么呀 我说谈谈你的德行问题 谈谈你的德不配位问题 谈谈你的这个 轮长乖喘 利剑消亡的问题 我把我学到的那一点 皮毛的词啊 没有想着 行偶不得反求助己 你自己都还没有改好 你自己都还没有运用的好 回去马上先拿这个 跟老公那去比了 说我可是取到金了啊 我可是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没成功 为什么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不如意了 过去我以为是我们不钻营呢 我们不会钻营呢 现在我知道了 因为我们缺德呀 那我们赶紧赶紧 我们把这事赶紧补了 我们赶紧就跟缺盖赶紧补盖一样 我们把这事赶紧补上 我恰恰忽视了一点 你这个是什么角色 你又回到了攻击的那个位置上了 而且 你为什么先没有问问杨芳你自己做到了吗 圣前文化里面对于女人的富德 富功富言富荣 相夫教子 你做到了吗 你做好了吗 没有 先盲目的的给老公灌树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老公赶紧先学 先做到 先有福报 能把我们家 能把我的欲望全实现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这是我最近才误出来的 我说我怎么那么着急啊 是赶紧赶紧的 这玩意说 辣了别人那么多步了 我们说必须得 这玩意又变成更快更高更强了 过去你挣钱 你更快更高更强 你现在实习传统文化 你也开始要更快更高更强了 说不行 我们要把过去三十年失去的都赶紧补回来 说这个陈大慧老师 他们 辣我太远了 我们得赶紧补上 赶紧追上他们呀 太着急了 为什么 你是为了让自己的德行够了以后 更好地去爱人 更好地尽自己的本分吗 不是 你是因为贪所谓的厚德载物的那个物 你还是贪念啊 因为你知道了 哦 原来后德能载物 那我赶紧的 我赶紧把我这德弄成厚一点 弄厚一点 为什么呀 是为了载物 你不是还退到你原来贪念上了吗 然后 老公就开始坐吧 说坐的不够 然后看弟子位还有点困 一拍桌子 你怎么那么不精进啊 说你都辣了这么多年了 四十多岁了 你再不补来不及了 说这真的来不及了 你看 又坏脾气上来了吧 又发脾气了吧 然后 你会觉得说 我比你先学了一点 我出来做论坛的老师了 我比你进步 我回去又可以对你们家人指手画脚了 说你看 我现在知道了 你们家人不是因为老师的事 主要是因为祖上没有德行 主要是因为没有积累福报 没有德行 我又开始拿着我学套的弟子归的这一点皮毛 又开始继续去批判公公婆婆 又去开始批评他们了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要求高 坏脾气 轻视人 傲慢心 我接触传统文化以后 我改了吗 我没改 换汤不换药 就像我老公跟我说 这样我经常我跟我老公开玩笑 我说你呀 觉得我真是够倒霉的 他说怎么了 我说你看 过去我渴望要钱的时候 你没来得及 你没赶上我的欲望 到现在吧 你赚的钱稍微多了一些了 我改方向了 我开始又培养德行了 我说你又 我又开始发现你德行又不够了 我说反正你总是追不上 我对你的期望 你离党和人民对你的要求 老是特别特别的远 然后我老公就说 说你们学传统文化就学这个呀 他真的会生烦恼心的 他说你 你学传统文化 你还老这么挑剔我呀 还老这么挑剔我的家人啊 他说你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人 就这么的不宽容啊 就那么不能够对待别人的 对待别人有爱心啊 凡事人皆虚爱 你们就是这么爱别人的吗 所以 其实这是我从七月份 到现在五个月过程中间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不能举再多的更多的例子啊 就是我简要了跟大家说 这些问题 我在这儿 我真的是拿自己的例子 要跟大家来讲 我们今天 来自以后的几天 我们学了这么多的传统文化的课 回去 我们以后还要看很多很多的书 这些真的 都是我们会在改过过程中间 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 你自己过去的习气啊 他一定在哪 可能会在你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间 不断的涌现出来 所以我们 要是索性的是 我们不害怕 因为我们已经 已经知道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不断的警醒 你像我过去三十几年犯的错 我知道接触传统文化以后 我才刚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现在五个月的时间 我就很快的 跟大家来想 来讲 我在改过中间的误区 就说明我们的那个雷达 因为你改掉了一些错误的习气 就像陈老师说的 你的灯泡擦亮了一些 你的雷达比原来更灵敏了 你一犯错 你马上 我的那个错误又出来了 你马上会有警醒 所以其实 这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步 所以我在这儿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传统文化 我们能够有幸接触到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但是 不要因为这些幸运的事情 让我们冲昏了头脑 以为一切 有了一本弟子归就万世足 弟子归 它是一本书 学的人才最重要 说就是死的那几个字 我们怎么样通过学习弟子归 透过这份经典 对照经典 发现自己的毛病 首先是发现毛病 知道自己的过错 知过 完了以后 悔过 跟自己的亲人朋友 或者像我们这样上论坛上 跟更多的人忏悔 悔过 思考自己 为什么错 错在哪里 最后 最难的一件事 就是改 改的过程 真的会有不断的反复 甚至有倒退 我觉得这些都不要怕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走在了一条 圣贤文化 给我们指引的 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了 真的我们要 不能够放弃 一直的往下走 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 就像弟子归最后一句话说的 圣于贤 可寻置 谢谢大家 刚才可能讲的也有些激动 就是 物理 就是遗漏了一点 比较重要的一个情节 刚才 底下的 大会老师让我上来补充一下 就是 是这样子 就是今年七月份开始 参加了第一次论坛之后呢 八月份的时候呢 我是向中央电视台呢 递交了一份辞呈 就是离开了我工作了12年的这个地方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其实 也不是说因为工作不胜任 也不是因为说 自己不再热爱这份工作了 因为那个也是 我们每一个 从事新闻媒体的人 最梦寐以求的地方 那 在这儿呢 我也不是说 希望所有的女人啊 就是说 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都回家去 都辞职 也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说 其实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觉得 刚好 这个机缘巧合 我在中央台呢 工作了12年了 我觉得 嗯 现在我有幸能够接触到传统文化 大家听了我刚才的那个 讲 就是跟大家的分享和汇报以后 也应该觉得 我确实作为一个女人 过去 自己做自己女人的角色 本色的 工作和任务 应该尽的意我 做得太差了 所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接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自己也跟老公也再三的商量 也争得了他的同意和支持 他也觉得说 愿意成全我这一份心 所以我自己也是 矛盾了很久 斗争了很久 我自己后来觉得说 传统文化 这个课堂 这份课 成 我欠的太多了 欠账太多了 我真是觉得 必须要拿出所有的精力 来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来做 好好的来相夫教子 好好的来孝顺 爸爸妈妈 公公婆婆 把自己过去为人妻 为人母 为人女 为人媳 所有的这些欠账 我觉得我应该 把他们补偿回来 利用自己的有生之年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就是 虽然我离开了传媒 但是呢 能够有幸 参加了论坛 加入到的这样一个团体之中 把自己 接触传统文化 前后的这些心得体会 汇报给大家 我觉得我在台上 依然做的还是一份 大众传媒的工作 而且我觉得 我自己讲的内容 传播的观众 这样的意义 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 也像过去做的工作一样 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谢谢大家 我们听到啊 这个老师呢 他做女强人 他要把自己的丈夫啊 打造成一个富豪 哎 今天很多的这个妻子 都是这个想法啊 你看跟她一样 我们听听啊 这个丈夫啊 怎么被她折磨 对 所以我说 我开提的那个话 母鸡打鸣 就从这样开始了 说了这么多 到了现在才开始了 母鸡打鸣的这个 这个说法 我先生他是一个读书人 而且他读的是历史 他身上呢 是有非常多 我们中国古老的 优秀传统的 他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宽厚 这些在我学习传统之后 文化之后 让我觉得特别惭愧 让我觉得身上的那些优点 在当年 那对我来说 那是嗤之以鼻的 那是必须每天被 踏上一万之脚 不都要被批判的 我说你一个男人 怎么能在外面 在社会上混 这么不会钻营 这么不会像我这样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你这样怎么能够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啊 于是就开始了一个精心的 也是比较残忍的打造过程 那个时候啊 您是更快更高 更强的状态 对 他呢 是自然的 没有这些想法 他其实就是想凭借自己 个人的能力 也不顾老公 这一天 工作是否辛苦 回家的心情怎样 身体怎样 我有没有给他做好吃的饭菜 没有 马上叫过来 随便吃点饭 饭不重要 精神食量更重要 开会 连夜开会 连夜开会 那真的恨不得 我说你 那个时候这个老公是坐在桌子对面 是吧 对 我觉得 我说我给他上课 对 我觉得我恨不得就说 我说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重要 而且以后会多次开 我觉得 有很多的东西 是你非常需要的 我觉得 我说 我觉得你有必要做一下笔记 我对一个大学教授这样说 我说你有必要做一下笔记 我觉得要多次的拿出来进行研讨 今天采访了房地产行业的 回去我要跟他谈一下 房地产的形式 你不做这个行业没关系 但是这个成功的共通之处 他是他是相通的呀 然后就开始谈 明天可能又接触另外一个行业 我觉得我老公那会儿 真的 可能我觉得 后来他跟我开过一个玩笑 他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些年来 他说我发现 我的抗打击能力 抗揉力能力 飞速的成长 天天折磨他 那么 丈夫什么反应啊 他是个读书人 我觉得他够宽容 他真的够宽容 容忍我的坏脾气 容忍我的这种折磨 因为我不是光上课呀 上完课以后 我会给他布置作业 我说这个 这个 这个人生特质 这个特点 你必须很快学会啊 过一段时间 我要检查的 要考试的 那要是没 没有 没有做到我如意 哎 我说你怎么今天还犯 这个同样的错误啊 哎 那会儿我还知道 所谓 所谓不二过 我不知道言辉 人家是在品德方面 不二过 我说我最厌恶的就是 发现了自己人生的致命缺点 别人给你指出来 你不能够积极的改过 然后过后还犯同样的错误 这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如果他改不好 那就是真的 一顿暴风猛 暴风骤雨式的人生攻击 我觉得 所以我老公才会说 他抗揉力能力极强 推开门去 发现 每个人都很温和 每个人对他都很像 都像亲人般的温暖 只有 因为回家里面 那个温度是零下的 一打开门去 发现没有任何人 可以再伤害到他了 最能伤害自己的呀 就是这么一个 很暴力的妻子 精神暴力 而且我还口口 异正词言的说 我容易吗 我白天采访完了 谁愿意跟那么多人聊啊 我容易吗 我是为你在取经啊 自己所有这些努力 就是让丈夫 变成一个成功人士 对 我觉得我要把它塑造成 我心目中的 也是社会人中 所心目中的 那样的一个成功的男人 所以 这个时间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一直到我 生完孩子 有多少年呢 我们是98年结婚的 到我接触传统文化 痛定思痛 那已经是07年的事 10年了 折磨丈夫10年 我觉得 哎 这个丈夫 这十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呀 我觉得 就是事与愿违 事与愿违 对 其实 这个话是针对于你自己讲的 也是针对她的 所以我自己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当有一次 有一位老师跟我讲过 他说女子啊 要性无眠 要柔顺 如果你金气太重的话 真的会障碍到丈夫的 他说的这个金呢 是金木水火土的金 那金气过盛 杀伐气太重 这个不行 杀着自己的丈夫10年 那 您刚才讲到事与愿违 事与愿违的意思就是什么 我觉得 我的先生 不笨 够聪明 学习能力够强 而且他甚至比很多人都努力 而我也认为 他身边有我这样一个 所谓的相夫教子的好军师 这么到外面 不辞辛苦的给他拿人生的成功宝典 这么帮他金鱼规划 为什么 十年过去了 我们仍然没有能够达到 我渴望的那份成功的 其实在外人眼中 我们已经过得很不错了 但是 我的欲望 真的愈何难填 我觉得他距离我采访的那些对象 还差得很远 我经常跟他说 我说你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 还差得很远 这个老师学传统话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古圣先贤给我们打了个比方 大家可以体会得到 这个老师他现在啊 他毕竟将近四十年 做了女强人这么长时间 他还有一些习气在 你看我坐在他的边上 还能感觉得到 就像什么呢 古人告诉我们 这个酒瓶啊 它是盛酒的一个瓶子 你把这个酒都倒光了之后啊 你就擦它 擦完了之后 你去闻呢 它还有酒的气味 哎 我坐在这个老师身边呢 都感觉到 他那个 哎 很刚强的 很雄壮的那种 那种气味还有啊 这个 地子龟 其实就像我们 盖一座大楼一样 把所有的这些事都做到了 其实 就像是这个大楼 竣工一样 可是盖大楼 我们知道 盖得越高 一定需要地基 你这个楼盖得越高 地基需要扎得越深 这个例子 点醒了我 也就是说 我过去 一直一直都存在一个最大最大的毛病 就是停留在书本 读和理解道理方面 我发现这是很多很多 所谓读过一点书的人 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毛病 我们很愿意 去拿到一本很好的书 非常兴奋的去读 然后读了以后呢 就停留在 对那些道理的理解 把玩上 我不知道大家 对古大嫂那天的课 还有没有一句印象 反正我每次听古大嫂的课 我都非常的自残行贿 古大嫂说 他们家里人 现在谁都背会了 弟子龟 就他没背会 可是他不怕 因为什么 他不会背 但他会做 而我背的比谁都快 理解的甚至比谁都深 说起来比谁说的都好 恨不得能说成花来 可问题就是 我老做不到 所以所以那天的这个例子 一下点醒我了 我才发现 这么多年来 我自己身上潜藏着 那个最深最深处的那个毛病 原来是这个上 什么叫秀才造反 十年不成啊 什么叫十年不成 为什么不成 不成就是因为 我们的执行力太差了 什么叫执行力 就是因为 我们总是停留在 我获取了多少知识 我能比别人 占取多少知识量 但是具体那个知识量 我能做到多少 我能够把它 贯彻到自己的生活 和工作中多少 那个不是我关心的 我只关心的是 我比别人多读多少书 我比别人多懂多少道理 我一下就懂了 我在家里面拥有无上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全家人都得要听着我 我只东就得往东走 我只西就得往西拐弯 你不能说不 多可怕 我自己现在想想是非常可怕的 我后来在接触了传统文化之后 我甚至暗暗的庆幸 我觉得找这样的一个老婆 我的先生没有外遇 没有背叛我 没有从感情上背叛我 我觉得真是他的涵养太好了 我自己过去不这么觉得 我始终老觉得说 你何德何能 会娶了我这么样一个优秀的女人 我从来没有 没有觉得 真的 所以说 诸位你看 接触了传统文化的前后 这人的变化 想玩会有多大的不同 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庆幸 来长沙之前 我特意的翻了一下 我毕业那年 我们的毕业留念册 老师同学系主任 学校的院长 很多很多其他系的同学 给我的留言 几乎无一例外的 全部都有三个字 希望我未来成为一个女强人 所以 我当时看了一下 我觉得我在当年的时候 看到这些字 对我来说 无异于非常大的鼓励 那就像战斗的号角 吹响了一样 我觉得 你们说的太没错了 我的未来只有这三个字 女强人 肯定的 没跑 一定是我 现在看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自己真的 看着那些字眼 我觉得 说不出来的 五味杂陈 心里面真的 觉得挺难过的 所以我就说 对于一个培养价值观 人生观很重要的青年时期 我们究竟拿什么样的思想和价值观 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觉得这真的决定你自己未来一生的走向 这么多的角色 让我变成了一个 每天像披着铠甲的战士 我觉得我都不是公鸡了 我觉得我是一只斗鸡 完全是 每天像 真的像打了鸡血的斗鸡 完全是斗鸡那样子的感觉 每天 每天都是那个 披着铠甲冲出去的那个样子 老天其实真的公平 你不断地种下恶的种子 不断地去发散出恶的作用力 那个反作用力 时候一到 它一定会来的 而且会加倍来 放慢了之后 我才开始有幸 在2008年的时候 接触到了 弟子归 那是我第一次 说实话 不怕大家笑话 我过去 在38年的时间里面 我从来不知道 有弟子归这本书的存在 当我拿到弟子归之后 我看了一下 这里面 大多数的事 我都做不到 而且最让我感到可怕的是 很多很多的观念 和我截然相反 原来我过去38年来 一直都是抱着 错误的观念 沿着错误的方向 更快更高更强的 在飞奔着 我后来我自己学习了这个以后 我对照了一下我自己 我发现我刚好相反 柔顺 反面 刚强 我想听了我刚才分享的人 一定会觉得 这个女人太刚强了 刚强 难以顺化 我非常非常的傲慢 永远 永远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 安静 我浮躁 不断的 想在所有的地方成为人的中心 成为大家 瞩目的焦点 成为那个唯一的 拥有话语权的人 不断的想去表达 好为人师 你能安静的下来吗 你的内心安静不下来 你所有外在的表现 行为举止 绝对安静不了 你甚至不说话 你内心的 那些波澜起伏 那些浮躁 都能够通过你的眼神 通过你的表情 通过你的气场 你的气质 都能让大家感觉得出来 一个人的幸福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你知道 真的面对别人说 我错了的时候开始 而不是你自己跟别人说 你错了 哪怕是你刚开始的时候 假装 不情愿的 对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说 我错了 我一开始真的是这样 回家跟老公 跟公公婆婆 跟爸爸妈妈 跟兄弟姐妹 跟所有自己过去 有意无意伤害过的人 我都认错 跟儿子 我都认错 我错了 其实 我觉得含金量不够 也不情不愿 甚至心里还想 其实你也有责任 也不完全是我的错 或者说 我那个错呢 它还是有原因的 还给自己找借口 但是没关系 你只要有开了这个好头 就不怕 一次一次的 后来我就发现 有一个什么神奇的效果出现了 我过去 犯错误 要过很久 我才能觉得 自己 哎呦 刚才又犯错了 说我错了 开始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能够在自己 刚发脾气的时候 我就发现 哎呦 我又犯错了 我又发脾气了 我发现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敏感性啊 比过去增强了 周期越来越短了 09年的8月31号 我向中央电视台递交了辞呈 工作了13年的单位 离开了 我心里不能说是没有不舍的 我今天辞掉的 不是责任 他说我辞掉的是一份诱惑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在前两天 我突然觉得 我可以在长沙的这次论坛上 面对所有的朋友 讲出来我的这个原因 我觉得对 就是这样子的 他说出了我没有找到的那个答案 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答案 就是为什么 我过去的傲慢心 我过去的贪心 我过去的所有所有的那些东西 当我递出中央电视台 那五个金字招牌 那五个烫金大字的名片的时候 那对我来说是多大的一个诱惑呀 我的贪心 我的傲慢心的根在那里 传统文化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说 要从自己最难戒掉的地方戒齐 所以我觉得 我也可以跟大家说 我辞掉的 不是一份工作 逃避的也不是一份责任 我辞掉的 逃避掉的 也是一份诱惑 我在家里面 跟儿子和老公 达成了一个 协议 由他们做我的监督人 每发一次脾气 儿子就会给我记下来 然后 我就需要 按照这个次数 在第二天做功课 做什么样的功课 送 送读和抄写 很长很长的传统文化的经典 然后 还要回来给他们继续的反省 我也跟老公和孩子 我在上次回去的时候 我跟他们发了一个愿 我说以后 我能不能够出去参加论坛 上台去做汇报 取决权不在于我 取决权在于你们两个人 他们说怎么讲 我说 外面的老师 我们团队里的老师 团队里的义工 和所有台下的分享的听众 我说 他们不知道 我在那二十三个小时里面 是否做得到 做得怎么样 我说我在台上 或多或少带着习气 还会带着面具 我说你们两个人 是我最亲近的人 你们两个人 是我最好的老师 监督老师 你们两个人认为 我这一段时间 做得好不好 如果及格了 做得好 我就去参加论坛 如果你们两个人说 杨芳 我们认为 你这段时间做得不好 你没有资格上台 去面对大众 去分享 所谓传统文化 带给你的反思和进步 我们认为你不应该去 那我真的就不去 因为我觉得 那也是一种得不配位 我不配坐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去来跟大家分享 我从去年七月份 第一次上台 分享 听了那么多老师的汇报 自己也上台不断的认错 忏悔 但是我一直非常的惭愧 我不能够像很多的老师一样 做到回家 去给自己的父母洗脚 就这样一件小事 我总是做不到 我就突破不了 我的那份傲慢心 就低不下来这个头 我还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理由 我说 哎呀 我干脆就行大笑吧 老师不是说了吗 小笑是养父母之身 父母 大中笑是养父母之智 大笑是养父母之慧 我说我 我让父母开心 让做的让 做的让父母不再操心 让他做的更孝顺 给父母钱 我说我这些过去也做得到 现在我做的更好 做的尽善尽美 不就够了吗 我说洗脚这件事 我真的做不到 直到前一次 安山的论坛 这就是在前几个星期 一个月之前的事情 我自己 真的每次听老师的话 听老师的课以后 我在底下 我真的是觉得太惭愧了 我连这么一件小事 我都做不到 父母生我 养我 给了我那么多的恩情 我连洗脚这件事 我都做不到 你还去谈别的事情 真的 所以我就回家 我就下定决心 我要给我妈妈 把这个脚洗了 所以有一天 我妈妈说 我就看我妈妈 往洗手间走 我说妈妈你做什么 我妈妈说 我要去洗脚 我说妈妈您坐着 我去给您打水 我就去 打了水 然后我说妈妈您坐下 我说我给您洗脚 我妈妈很意外 我妈妈说怎么了 怎么突然 我说妈妈 我非常惭愧 我错了 我说我从去年七月份 金属传统文化 上台都汇报了这么多场了 我说我连这么一件小事 给您洗脚 我都做不到 我说我太惭愧了 我还给自己找了那么多的理由 安慰我自己 说我干脆行大笑了 我说我这件事 我都一直都躲着墙子 做不到 我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件事做了 我说您一定要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就给妈妈耐心的洗脚 我发现 当你把这个头 第一次低下去的时候 你做了这样一件 你自己过去一直都不以为然的 微不足道的小事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神奇的是 我自己的内心变得柔顺了 真的在那一刻 很奇怪 变得非常的柔 非常的清静 很安静 就像陈老师讲的 好女人的标准 柔顺 谦卑 安静 我觉得我一直都达不到这样的状态 我总是体会不到 我在那一刻 我发现 我找到一点点感觉了 所以我在这儿 就是想跟大家说 千万不要小看 给父母洗脚这样一件小事 要跟所有的亲人 所有你过去有意无意伤害过的人 跟他们说 我错了 要把这件事 这是我自己 请所有郑州的父老乡亲 给我做一个见证 我回去 我要把这件事做到例行 当我翻开弟子规 太上感影片了凡四肾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做的和他们完全相反 我过去的追求 完全是南辕北辙 我开始静下心来 一遍一遍地看 这三部经典 我才明白了 为什么我过往人生 会有那样的三次灾难 那就是轮长乖船 力见消亡 什么叫轮长乖船 因为五轮关系 我全都没有遵守到 我不孝父母 不敬公婆 我也不尊重兄弟姐妹 五轮的替我也没有做到 长幼关系我也没有做到 亲子关系我也没有做到 在单位 我表面尊敬领导 背后也许我并不看得起他们 我想的就是能够讨好领导 能够拥有更多 他们能给我的东西和荣誉 仅此而已 我从心里面真正的尊敬过领导吗 没有 我没有感恩过领导给我的那些机会 我感恩过当年第一次 把我引进到中央电视台的那位制片人吗 我没有 我做到女人的本分了吗 没有 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 弟子规 拍上感应片 表凡私讯 所有我们能够拿到手的这些传统文化经典 它是用来做的 绝对不是用来背的 也不是用来说的 所有这些传统文化的经典 是用来要求我们自己的 不是拿它这个尺子去衡量别人的 更不能拿它去挑剔别人 这方面我自己也走过弯路 刚开始接触传统文化的时候 我又回去拿着传统文化的经典 跟老公开始开会了 我说 这下我明白了 过去我们没有福报 过去我们做事情有的时候不顺利 原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厚德载物 现在我知道了 我们必须得厚德才能载物 我们得用传统文化 让自己有了厚厚的德行以后 我们才能追求成功 然后我就开始拿着那个跟老公对照 这条你没做到 那条你也做得不好 我看这一条弟子规上 你又做得不合适 后来我老公看着我就说 你不是都开始学习传统文化了吗 你怎么又开始回来跟我开会了呀 我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是啊 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 你过去拿西方的那些更快更高更强 拿那些精英成功的标准 回去挑剔老公 给老公开会 你现在不用那些了 你换了新的标准了 你又开始拿传统文化的经典 拿圣贤的标准 回去挑剔老公 开始拿这个给他开会了 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句话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什么叫反求诸己 是说当我们外在的环境 出现了不如人意的事情 让我们出现了一些 我们自己觉得 还不够尽善尽美的事情的时候 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祖先告诉我 大道之简之一 越是深奥的道理 越是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 那么把中华五千年 我们老祖宗的教诲 用两个字来概括 就是一个道 一个德 那么我们今天 这么多的女性 都关心一个话题 我们在商品经济 高速发达的经济社会里 我们如何做女性 做女人 那么我昨天跟大家汇报 真理它是超越时空 过去应用 现在也可以应用 五千年中华文明 就像一棵大树 它在过去 能够长出非常好的枝叶花果 今天它仍然遇到阳光 空气和水分 也能长出枝叶花果 但是呢 不尽相同 但是大树是唯一的 我们看到福西他老人家 给我们画的八卦 那就是道的样子 是让我们这些男子和女人 对应这个道的样子 去做人 做事 做学问 然后获得人生的幸福 我们就说女女子 女子她就是昆卦 就是大地 那么她的德是什么呢 德就是这个土地 所具备的松软 藏乌纳垢 处在低位 松软 种子好种进去 然后呢 当水分来的时候 它能充分的吸收 表现呢 从小听爸爸妈妈的话 到了夫家之后呢 听公公婆婆的话 能够听进老公的建议 这样的人呢 就表现为 越是能够装进脏水 越是能够藏乌纳垢的土壤和土地 这个土地就越肥沃 人家这块田地里 所生长的这些植物 这些花果 就非常的繁茂 不停 不会做女子 不会做女儿 不会做太太 不会做儿媳 什么样呢 就表现为今天很多的女性 她们强在哪呢 强在霸道 强在强硬 霸道和强硬的表现是什么 土地非常的板结 土地的一板结 天有四季的变化 土地没有根据四季的变化 春天它也板结 夏天也板结 就没有春中 这个夏札 秋收冬藏 它永远是一样 冬天一样 是硬硬的 这一硬呢 有两个结果 第一 我们知道 女子 和男子不一样的身体的器官 它是需要柔顺 谦卑 安静的女德 来滋压 你这个器官才没有毛病 那么你没有女德了 你强硬 强悍 你像男人一样 像我王雪良老师汇报的 和杨芳老师所汇报的 他们都想和男人争 想做天 强悍 强硬 杨刚 那么你像男人了 你女性的器官 就要发生问题 现在女子的医院 为什么这么多呀 女子的疾病 妇科的疾病越来越多 什么原因呢 女子的强硬和强悍 造成 这是一个根源 第二 哪个女子结了婚之后 不希望自己的家 人丁兴旺 然后家孕家道好 丈夫好 孩子好 可是啊 我们自己女子的心田 不是一块沃土 怎么能够厚德 生发承载万物呢 所以当那个女子啊 扑到我们的贵宾室里 跪在徐杰老师面前 痛哭流涕 而她家是一个拥有数亿资产的一个女董事长 那么家运 财运倒挺好 孩子精神病了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春天种种子的时候 好不容易啊 逃了一个坑 土地太硬了 把种子种进去了 人家松软的土地呢 大树已经参天了 你们家那个种子啊 怎么也生发不出来 好不容易浇水施肥呀 总算长出一根小苗来 长得干干巴巴 开花不结果 或者结果呢 也不大 不能忘乎 不能教子 丈夫也不形望 孩子也不形望 原因在哪呢 女子的心田 所以大家就知道啊 五千年来啊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 那所有的一切的教化 都是和道的 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后代子孙 一道而行 一道而行 就是德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 娶妻的时候 八抬大教啊 把女子啊 抬到家里来 从中门而入啊 公公婆婆站在一边 到中堂的时候呢 公公婆婆仍然站在一边 这个女子 因为男主外啊 女子主内 这个家的女主人 从入门那天开始 就是她了 不重视女子啊 所以有人说 中国这个不重视女子 这个男人高高在上 完全是误解 你看古代的婚礼 那种对女子的尊重 那是中国古人真实的智慧 所以我们对祖先啊 我们由于失教了 误解完全不是这个概念 第二个 我们在广州中山汇报的时候 有一个女 女企业家 气势兄兄就找到我 你们说的 我全都反对 我就认为 这个女人应该做天 你看我在家 现在丈夫 已经被我连跑了 儿子跟我生在一起 要把丈夫接回来 我说如果你也接回来的话 那么我这儿子我也不要 我现在就是大企业家 我拥有多少资产 我就反对这个 我就喜欢母鸡这个打鸣 我要像公鸡那样 我现在过得很幸福 他跟别的老师闹 我在旁边就一边看 一边乐 然后我说你真幸福吗 他说真幸福啊 我有钱呢 我说除了有钱 你还有什么呢 他不说话 除了钱 什么都没有 女强人强到 连丈夫和儿子 都要离他远去 最后人生到六七十岁的 孤零零 就剩下一个钱 他有一个强硬的心态 你说他可不可怜呢 他是真正的可怜人 他更可怜的是什么呢 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他这个女人的心田 板结一块 丈夫被他板结没了 孩子仍然要离他远去 孩子现在和他生活在一起 每天生活在控制和恐怖当中 他都不知道 他人生的灾祸 还要陆陆续续的现钱 那我想告诉普天之下的女性们 女强人 我非常赞赏 非常欣赏 我认为做女强人 是可以的 但是 我们今天的强 和古代的强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古代的女子强在哪呢 越来越温柔 越来越贤惠 越来越善良 越来越柔顺 越来家道越心旺 越来孩子和先生越好 这是古代女子的强 像杨芳老师刚才提到 辽凡的妻子 辽凡先生坐线令回来 发现妻子 把他们家已经做好的棉衣 拆掉了 棉衣里面是丝棉 他说您这是干嘛呀 辽凡先生的妻子说 我把我们家上好的丝棉 拆了 卖掉 换了一般的棉花 我们家人都穿棉花做的衣服 然后呢 剩下这些钱 救济穷人 辽凡先生当时就鼓掌 给妻子鼓掌 说你如此贤德 你的心地如此厚道 咱们家的儿子 不愁将来没有好的前场 所以辽凡先生的儿子 坐了一个广东高要线的县长 中了近视 你看子孙不用管 全凭德行感 而真正的德行体现在哪呢 地法天 那个天之德 靠地来体现出来 地怎么体现呢 厚德 把天地之德 都通过女子来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的表象呢 妄夫妄家 所以这是古代女子之强 我们今天女子之强呢 强在 我们要把男人踩在脚下 我们要顶整个天 我想知道 那如果整个天你都顶了 那男人干嘛去啊 所以说我们应该强在哪呢 强要学习古人 所以我们 我们说中国古人 任何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女强人 他们就像孔老夫子的太太那样 柔顺千辈 善良 他们的丈夫会越来越好 你看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十四年 到第十四年回来的时候 问他的儿子 你妈妈呢 妈妈在您周游列国第十三年的时候 她老人家含着眼泪 带着笑容 离开这个世界 她用一生的时间 来支持自己的丈夫 做着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事情 她真正做到了一个女子之德 而现在人类社会到今天 我们今天这场论坛的主办方 就是孔老夫子的后裔 她老人家的后裔 有血缘关系的孔子的后代 已经达到了两百万 你能说这不是一个女强人之德 所代代承传 代代繁衍 给我们中华文明 带来的巨大益处吗 所以我们今天强在哪 要强在更加温柔 更加柔顺 更加谦卑 这样的强 才是真正的强 所以我们今天呢 非常的感恩我们的杨芳老师 给我们澄清了这么多人生的道理 我们也看到中华儿女 女性的希望所在 所以希望全天下的女性 我们都做古代那种女子之强 不做其在男人身上的那种霸气 希望所有的这个女性的丈夫和孩子都能好 家孕都能好 健康都能好 这是我们每个报告团老师 内心中真诚的体派 谢谢大家 生三三年 藏碑夜 居醋变 酒肉绝 学好弟子贵 做好中国人 今天 鼓起了勇气 我想把我这两天半的所听到的感受 心得也分享给大家 通过这两天半 我和我的爱人 我的妻子 得到了巨大的改变 我们觉得这传统文化 第一次我也简直太神奇了 我应该从哪说起 应该从我的家庭说起 说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是生病 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是失去亲人和朋友 记得那是2003年5月的一天 人生最大的痛苦 将人到我们家庭 我们最可爱的儿子 大岁的儿子 在一天的检查中 得到的确减结果是 最严重的白血定 这个结果出来了以后 对我们家庭来说 是巨大的打击 那一天 我们不知道怎么过来 可以说 打那一天以后 我们家庭当中 再就没有了态度 我的爱人 可以说 每天以泪水洗面 作为爸爸的我 每天都是忧心忡忡 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 我的可爱的儿子 也失去了 打那以后 我们家呀 就变了另外一个世界以下 我和我们爱人 天天的争吵 天天的打架 天天的抱怨 他抱怨我 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我抱怨他 没有把海灯照顾好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在两年以后 我们又要了一个网牌 这时候家庭当中啊 有了转机 但是 一直 有一个阴影 始终在 我俩的脑海里 我是做企业的 因为我们家族是 我们企业是家族性企业 我的气质也在帮助我 我俩在企业当中啊 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大炒 老是炒炸 为什么 我想那是因为有一个音音 这一回 听出来 牡丹地亚有这个传统文化 新闻牡丹地亚 我跟我爱人说 说咱来听听这个传统文化课吧 他们说 非常好 我爱人 刚开始没有想来 玩我说 那既然有这么个好机会 咱来吧 试一试吧 听一听吧 结果没想到 通过第一天 就是那前天 听完了传统文化以后 在下午的一堂课当中 我的爱人跟我说 他说老公 我错了 我原来过去的都是错的 请你原谅我 这里 我谢谢在做的老师 我跟我爱人说 我也不对 我也错了 第一天 我们回到了家里 完了 我们 把过去 我家里放过 接近两年的地底规 拿了出来 我们在想 我们一定要学习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显示是太神奇了 依然太大了 第一天听到 大贵老师 讲的 参金省的故事 我们俩也在做实验 既然 说 爱的力量那么伟大 把水都给转变了 我们在第二天 找着 我的老婆一起来 就说我 亲爱的老公 当时我听了以后 无敏的激动 无敏的喜悦 不知道一种 有一种 强壮的力量 支撑着我 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当中 我们听到 川普阿克 就感觉到 良心的发现 在昨天的晚上 我跟我爱人回家以后 应该已经是接近 八点钟了 我在想 我今天回家一定要给我老母亲洗脚 但是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回到家以后 有这个心理 也觉得下不去手 走到通房 找到那个脚盆 那怎么洗啊 心里发生矛盾 后人决定 还是洗吧 我把我妈妈从房间请到客厅 把盆儿接在了水 我妈妈问我要坐什么 我说妈妈 我要给你洗脚 当时我妈一听 非常非常 惊讶 她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 那当时 我把水盆儿放到我妈的脚下 把她的袜子脱了下来 我先给她磕了个头 我说 妈妈 首先感谢你的养育这 这时候 我把妈妈的脚 放到了盆里 我拿手一拨 那种心里酸酸的 妈妈的脚 摸起来 像拓一样 就像是从老师一样说的 再看妈妈的小腿 那个皮已经都抠了 我当时 已经受不了了 这个时候 我的姑娘 从家来的 也给她的奶奶跪下来 拿起了另外一支钥 给她奶奶洗 人说 男儿有类不亲她 我想 我属于一个 不孝顺的儿子 过去的我认为 给母亲 拿点钱 就算孝顺了 今天的一看 这不是这样的 我做以后 我一定要敢 我做一个有道的人 我做一个孝顺的儿子 这是第二个 昨天晚上 我跟我的爱人 聊了一起 我们还有一个 心愿 想通过这次传统文化 把传统文化地址规 传承下去 从我做起 我们想 第一个做的 要做什么呢 要说 家庭哲学 深信心愿哲学 我要把我家 每个人 我家庭上都 每个人都 动员起来 学习地址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中 我要把地址规 传统文化 我带到我企业当中 我跟我下面的哥哥 同样的 我们企业有60人 他们企业有130人 我们把 每个人人手一本地址规 来学习 第三个 说 深信和谐了 家庭才会和谐 家庭和谐了 社会才会和谐 第三个 我们决定 我做三个决定 要把 传统文化地址规 这么好的论坛 的光源 印了也都准备计划印 一万钻一万钻 把这个一万钻光铁 和给在座的各位 以及牡丹江家家的父老乡亲 我希望传统文化地址规能在牡丹江扎根扎牙 代代相传 我希望通过传统文化地址规 还有遵循我们老祖宗的 古圣先贤 把他全都得下去 同时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 反典胜胜 我们的祖国更加 国家预兰 我们的祖国更加 和谐幸福 谢谢大家 我们的祖国更加 轻轻地碰着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淘化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不得 深深地凝光的一眼 不需要更多的预言 静静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从欢乐 我们从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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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眼前在偏偏 真心地为祢祝愿 祝愿祢幸福平衡 我们不欢迎 我们不忍受 我们怀着重量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吹笑 我们真尊重一样的量 无论你我可不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偏偏 真心地为祢祝愿 祝愿祢幸福平衡 祝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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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祝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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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死倢 死态 有 存 knob 有